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汽车插上翅膀飞起来 因此 现在也有不少公司致力于研发一些可以飞行的汽车 据外媒报道 空客集团的CEO说 他们正在今年进行的空中无人飞车计划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让人不免兴奋 此前 空客集团推出了Project Wahana计划 创造一种VTOL的城市飞行概念设计 按照他们的计划 载人无人机会在城市上空按照固定的线路飞行 作为公共交通的一种 能够有效地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 这种空中飞车与传统直升机有些相似 不过 噪音要比直升机小得多 而且呢 这种空中飞车将采用固定翼和多轴结合的方式 机身上装有八个螺旋桨 分别固定在前后两侧的桨翼上 能够帮助飞车更好的垂直起降和快速滑行 不过 除了这种无人机 该公司早先在8月份还公布了City Airbus城市空中巴士计划 这是一款可以自动飞行的计程车 以改善交通拥挤 该计划新型计程车可以透过智能电话传唤 飞行计程车初始会由人来驾驶 待法律许可之后便可转为自由飞行 不过呢 目前还存在不少计划上的问题 我们也由衷的希望 这种技术赶快实现吧 想想当年一部科幻大片《星球大战》激起了多少科学家的灵感 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已经时间了 更别说飞起来的汽车 我们做到就行了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新鲜资讯 请关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和全新的资讯100秒官方微博 我们会为你们持续奉上